大家好,各位吧,那我們今天來五穀休閒 那我們今天來釣的是母蝦石 我們現在來釣一下它的母蝦石 因為很久沒有釣母蝦了 然後我們最近就是在試用看看說 這個王者甜品這個新二版的 那這個是王者甜品包 那我們就試看看說好不好用 我們今天用這一組釣組來去釣 那我們打開包裝之後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釣組往著阿波去二版 然後在這個做使用的時候 它有一邊是接乾頭的 接乾頭的液法 我們把它轉過去 接上去 好,推行就可以了 好,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好,另外一邊發射環 發射環,裝上去,咔嚓一下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是精英環 精英環裝的部分 精英環裝的部分 精英環裝的部分就是 可以拿這樣抠完 然後這個精英環這樣拿好 插過去 好,靠著拉過來就好了 它就已經上了上去 就是蠻方便的 好,這 插過去,扣起來就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 涼水森 這個它的配線 已經都已經在橘色跟白色這個位置了 好,已經在這個位置 好,現在來涼水森 涼水森之前 水森棒 所以另外,我現在來涼水森 去慌張 涼水森 沐黏水森棒 來,沐黏水森棒 大陸進去就對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 用的,然後跳著水森 好,那原則上我們今天 今天的母鄉 蝦 蝦 蝦 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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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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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Laya K Laya Laya 加油 我們現在跟大家教學一下這個坡要怎麼用 今天是恩恩他要過來釣 他今天要挑戰三個小時 在五谷休閒算是練習場 然後新人的練習 那我現在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這個王者 王者阿坡 王者阿坡 這個橘色 已經配合這個橘色的一個狀況之下 一般新手 我們就是會等他 等他稍微這樣有一點點 輕輕的把線帶住就好 輕輕的把線帶住就好 然後讓蝦子自己去帶 等這個線有一點緊之後 再上擋就好了 我們看一下 恩恩同學看一下 你看我現在撐住 他已經慢慢沈下去了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稍微一點點把線 繃緊一點點 然後讓他沈 沈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們現在 蝦子在我們左邊 看著左邊 然後我們讓腳步小一點 慢慢的回來 慢慢慢慢的回來 然後之後到這邊 點一下 然後他抖動 我們讓他抖動一下 抖一下 沒關係 等他快沒力氣的時候 稍微輕輕的就把它拉回來 這個坡的使用就是這個樣子 很清楚很明顯 那我們再來 來 就由恩恩自己 來去釣囉 那 這個就是 威爸跟大家分享 然後現在在教恩 這個就是初學者 很建議就是可以過來用來看 然後用這個坡 來 恩恩先走 那我們今天用的耳就是 蝦糖的蝦米 蝦糖的蝦米 然後 還有素熱蝦 素熱蝦的耳 因為這個已經 用過一次 然後威爸又把它拿來沾一些香粉 那個算是萬能粉 那我們 等一下來看看 看恩恩他現在釣起來的狀況 對像這樣子 一般初學者 拿這個坡勾好 用上去之後 這個其實蠻簡單的 你就是等 稍微等待一下 動一下 然後 等他橘色的地方 有一點圍塵 看他往哪邊跑 那你再往方向 稍微崩下線 然後橘色的呢 沉穩之後呢 就稍微把角度縮小 但是 線還是要崩速喔 再往上上的 輕點 點上來之後 稍微讓蝦跳動一下 再拉上就可以了 喔 對面那個大哥 雙溝耶 哇 對面那個大哥雙溝耶 對面那個大哥雙溝耶 那我們再回來看看恩恩這個虛擾的表現 看怎麼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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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